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Aion Core这家公司 RHB Bank这家投行就对Aion这家公司维持着中性评级 并且给出1.15令吉的目标价 在2025年整体的财务报表的预测的收益率大约为4% Aion的2023财政年月整个财政年月整个RHB Bank的整个预期的 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当中 零售业务应该持续面临着营运成本上升 和消费者信心疲弱的压力 这也将导致它的物业管理部门的强劲业绩有所抵消 尽管让RHB Bank认为Aion这家公司的股价 在2023年股价表现是比较疲软的 有20%的后下行的风险 但是整体来说 Aion这家公司也是缺乏任何的catalyst也具催化机的 投资者被劝告是应该保持着中性的 财政年核心盈利为1.148亿令吉 同比增长3.2% 符合RHB的预期 宣布最终股息为4% 全年对比2022年也是4% 也是在预期之内的 整体结果 在2023财政年整体营业额同比是几乎持平 也是下降了1.0.3% 物业管理业务增长了9.6% 抵消了零售行业的2%的下滑 物业管理业务受益于入住率的改善和有效的续租 而零售业务则受到消费者信息和部分商店关闭 进行装修的影响 导致整体业绩没有太大的起落 尽管税前利润下降0.8个百分点 0.8个百分点达到了7% 但这也被繁荣税出盖Marshmore到期后的 有效税率和一般化 从原先的7.4%降至40%有所抵消 由于年终节日期间还有所有有利的季节性因素 2023年第四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.1% 相应的2023年第四季度核心盈利 环比飙升136.2% 达到了3260% 有鉴于农历新年和开债节时间是比较早的 我们可以看到2024第一季度的消费者支出 应该会保持着增长 Aion的管理层目标是继续开展它的促销 和商场活动以吸引客流量 并且充分利用节日的消费 虽然没有推出新购物计划 但Aion管理层专注于振兴和翻新 现有的购物中心 以增强整体购物体验 并且保持一定的竞争力 除了短期之外 Aion管理层也将实施补贴合理化 和更高消费税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 这也可能会影响他们的销量 考虑到当前激烈的价格竞争的行业格局 与此同时有鉴于不平衡的成本转价 还有ICPT费率域的变化 意味着他们的店价有所上涨 以及8月份引入的绿色店价 对非绿色能源有附加费 营运成本应该还会相余的持续 整体预测对于2023年的Aion业绩发布过后 IHP也更新了他们的数据 还有整个预计的一个模型 调整了2024到2025年的盈利 然而他们还在报告中 揭露2026财政年预测 盈利是同比增长5.7% 至着DCF延伸目标价为1.15令吉 其中也包括内在价值6%的ESG一家 他们的目标价也意味着 2020财政年的PE ratio适应率为3.3倍 和他们5年的平均值相差了1个SE 主要上行货予强于预期的消费者信心 和高于预期的营运支出 与这种情况相反的情况下 也会构成一定的下行风险